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国故事、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统的饼干烘焙大赛 华盛顿的甜蜜胜利 二总统的假日歌唱大会 林肯的音符战役 三总统的庭院迷宫探险 杰弗逊的绿色迷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总统的饼干烘焙大赛 华盛顿的甜蜜胜利 在美国历史的长河中 总统们不仅以其政治决策 演讲技巧和国际关系处理能力 闻名于世 偶尔他们也会展示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才能 比如烘焙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美国的总统们决定放下手中的国事 穿上微裙 参加一场总统的饼干烘焙大赛 那将会是一场多么壮观的盛事啊 在这场虚构的大赛中 各位总统将他们的烘焙技巧 拿出来比拼 而乔治、华盛顿 作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自然也不甘落后 尽管我们知道 实际上华盛顿在任期间 并没有留下任何烘焙饼干的记录 但在这个幽默的设定中 让我们假设 它一款名为自由之味的饼干参赛 自由之味饼干 据说是由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 与寒冷的古旺幽夜晚 为了提振士兵们的士气 而亲手烘焙的 这款饼干 融合了来自新大陆的玉米粉 当时作为奢侈品的糖 以及象征着美国独立精神的胡椒粉 每一口都能品尝到自由和胜利的滋味 当然 这场烘焙大赛中 还有其他强烈的对手 比如说 托马斯·杰弗逊 凭借其广泛的植物学知识 带来了一款 融合了法国烹饪技巧 和美国本土食材的创新饼干 而西奥多 罗斯福 则是以一款充满男子气概 添加了牛肉干碎片的 粗状之味饼干参赛 经过一番激烈的比拼 最终 华盛顿的自由之味饼干 以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和浓郁的风味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华盛顿再次证明了它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烘焙大师 当然 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但它提醒我们 历史人物 也有他们生活中 轻松有趣的一面 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们能够品尝到 各位总统亲手烘焙的饼干 那将会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假日歌唱大会 林肯的音符战役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先为人知 却又令人玩耳的历史片段 总统的假日歌唱大会 林肯的音符战役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但它将带领我们穿越时空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伟人们 也有他们轻松的一面 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想象一下 美国内战期间 亚伯拉罕 林肯总统在白宫里忙于国事 但他也深知 作为一个领袖 给予人民希望和欢乐的重要性 于是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 林肯决定举办一场 前所未有的活动 总统的假日歌唱大会 林肯本人是个音乐爱好者 虽然他的歌喉 可能不是最悦耳的 但他的热情无人能及 他邀请了当时的名人 政治家 甚至是他的对手 一起参与这场歌唱大会 想象一下 一个严肃的政治家 突然站在台上 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歌曲 那画面一定非常有趣 林肯自己选择了一首 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战地上的家 Home on the Range 他的深情演绎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当然 这场歌唱大会 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比如 当一位著名的将军 因为音调走样 而让全场爆笑 这场音符战役 不仅仅是一场娱乐活动 它更是林肯展现 其领导魅力的一种方式 他通过音乐 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暂时忘却战争的痛苦 感受到和平与希望 这场歌唱大会 最终成为了一个传奇故事 传送了许多年 当然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但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音乐 幽默 和人类的任性 也能为我们带来光明 林肯总统 以他的智慧和人性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而这个虚构的音符战役 则是对他人格魅力的 一种幽默之境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战地上的家》这首歌时 也许你会想象一下 如果林肯真的在那场 虚构的歌唱大会上演唱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庭院迷宫探险 杰弗逊的绿色迷惑 哦 谈到总统和他们的庭院 我们不得不提到 美国第三任总统 托马斯 杰弗逊 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人物 这位先生 不仅是美国独立宣言的 主要撰写者 还是一位热衷于建筑 农业和园艺的爱好者 今天 让我们一起探索 杰弗逊的绿色迷惑 他的庭院迷宫探险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杰弗逊先生 对于庭院设计的热情 可能和他对于政治的热情 一样高 想象一下 这位总统在白宫的办公桌前 一边签署着重要文件 一边脑海中 规划着他的蒙蒂赛洛庄园的花园 或许他在想 我需要一个迷宫 一个能够让我的政治对手 迷失方向的迷宫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幽默想象 杰弗逊的庭院迷宫 实际上是他对于自然和设计的一种探索 他将欧洲的园艺设计理念 带到了美国 创造了一个既有实用性 又有美学价值的庭院 他的庭院 不仅仅是一片绿色的迷宫 更是一个农业实验场 种植着各种蔬菜 水果和花卉 杰弗逊相信 通过与自然的互动 人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启发 想象一下 杰弗逊邀请你参加一场 在他的庭院迷宫中的探险 你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寻找出口的游戏 更是一次对于自然 艺术和科学的探索之旅 在迷宫的每一个转角 你可能会遇到一种罕见的植物 或是一个精巧的水井设计 甚至是杰弗逊本人的一个小小发明 当然 杰弗逊的庭院迷宫 也有他的幽默一面 想象一下 一位访客在迷宫中迷路 焦急地寻找出口 最后发现 自己竟然回到了起点 杰弗逊可能会站在一旁 微笑着观察这一切 然后亲声说 我的朋友 人生就是一场迷宫探险 重要的不是找到出口 而是享受过程 总之 杰弗逊的庭院迷宫 不仅仅是一个园艺作品 他更是这位总统 对于自然 科学和人生哲学的一种体现 在这个绿色的迷宫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领袖的另一面 一位热爱自然 追求知识和创新的 真正的文艺复兴人 总结一下 我们通过虚构的故事 带您回到了 美国历史的几个片段 我们看到了 华盛顿的饼干烘焙大赛 林肯的假日歌唱大会 和杰弗逊的 庭院迷宫探险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 历史人物们生活中 轻松有趣的一面 虽然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 但他们提醒我们 历史人物 也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他们在政治舞台上 可能是严肃的领导者 但在家庭和休闲时间里 他们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 这些故事也向我们展示了 历史人物的人性和幽默 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和战争 它也是人类的故事 充满了欢乐和创意 这些故事让我们更加亲近历史 更加了解那些伟大的领导者们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虚构的故事 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历史人物 还有其他有趣的一面吗 请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历史的有趣之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